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吳中辰 我今天跟各位聊个话题,就是眷村这个议题 大家拿来炒作,目前来讲,炒作的十分紊乱 首先一个,我们要预防的就是,人家用眷村这个名义,吸金 不管是对这个军券,以前的军券,因为军券最好骗嘛 这个封闭环境还有一个知识水平的关系,视野很窄,所以很容易受骗 不管办什么活动都很容易募到款,以前是可以啊 现在越来越民众眼睛血亮,越来越清楚了 所以越来越不容易吸金了,所以就利用团体的名义,向政府吸金 不管跟文化部,文化局,什么叉叉的,叉叉部门的去申请经费 甚至于还有人要搞什么,要搞什么,旗舰型的这个眷村博物馆 我个人认为博物馆,博物馆都是,东西都是静态,都是死的 这边有活生生的人在这边 我1955年就在后面这个房子出生,这个房子就在这边 我现在还健在,我现在64岁,我健在身体好得很 为什么不能够就地原人原户原子的保留 然后让大家来看看什么叫我眷村的俗名文化 我强调的是俗名文化,不是高级外省人,也不是精英 就是俗名文化,但是这个俗名当中又不是所谓的那个俗人的俗 是素名文化,就是老百姓的文化,就是军眷村一般的文化 而不是所谓的那个俗不可耐的俗人文化 如果你是只有麻将,你只能打倒麻将或什么的话 那就是俗人文化,俗不可耐的俗 那这边我讲的是素人文化,有人要讲说要搞什么旗舰型的 要把陆海空军的眷村统统集中在一起,集中在那个地方 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 我自己对眷村很有兴趣,所以我看了很多眷村 有关眷村的报道,有关眷村的影片 很多都是各地眷村子弟,他们自己拍的 有的不是,大部分不是,是因为眷村人 他们的生活背景很单纯 懂得这个运用媒体,运用影像,运用这个 还有这个文史考察,跟这个田野调查 这些,他们都不了解 有一些部分的人还属于极端弱势的 像这样子,他怎么能够去发展出他的文化 能够介绍给其他人呢 能够像我这样坎坎而谈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 那但是我对于那个,所谓想把这个饼炒大 要把这个饼做大,要做到什么 三军的眷村统统集中在一起 那这是一个笑话中的笑话 首先刚刚讲的军眷博物馆 本身就是一个静态的,它本身就是一个 有缺失的东西 我们曾经讲过,那叫做废品仓库 人家搬走的时候,把那不要的东西 然后把它集中起来,那叫废品仓库 那不是真正的表现建签的 还有一个更好笑就是 很多建签被拆了,或者是屋顶的墙壁倒塌 或者屋顶没有了 现在在接手的人,在建筑师 在把它做景观 屋顶没有了,所以屋顶没有空的 只有房子的架构 那有道路的学者来台湾 那个台湾的人,带他去导览这个眷村 所谓的文化园区 结果他看到了,他说这个房子 没有屋顶怎么住啊 结果那个人就开玩笑讲说 这个东西台语叫做套天处 套天处 套天处,台语讲套天处的意思是 整栋都是它的 不管是一二楼,一二三楼,一二三四楼 这种叫做套天处 整栋都是一家人,一户人 这个叫做套天处 那种没有屋顶的跟套天处没有关系 只是因为那个屋顶掀掉了 他没有那个新的建筑师 他没有再给他复原 因为复原里面就会有阴暗 什么的,还有那个房子的老旧 这个情景像我们看到古战场 古战场不需要修复 他就是维持原样 弹痕什么累累,也就是这样子 让人才能够发尸骨之忧情 这是另外一种 可是再怎么样 介绍给大陆的学者 他说他来台湾学道 他说我们大陆也有这种没有顶的房子 那真是玩笑开大了 这个裤裆放屁搞岔了 而且还不是一个岔 两三个岔开来了 就是以鹅传鹅 就会变成这样子一个闹笑话 同样的,如果想把这个眷村文化园区 或者眷村博物馆炒这个饼做大的 这都是一个非法非妄念 可以这样讲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所有的眷村 我看了很多 比如说这边是海军眷村 左翼是海军眷村 海军眷村除了左翼也有之外 在台北也有 在马公也有 其他地方只是规模比较小 只有这个是最大的 这个面积最大 比中国大陆所有的部队大院 最大的部队大院都还要大 大好几倍 可以这样讲 那是因为这个地方以前的地缘关系 跟它的历史背景造成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不多讲 但是无论如何 我在介绍的这个眷村文化 也仅止于海军 左翼这个地方 只是左翼这个地方比较特殊 以前这个军区里面有个小飞机厂 里面有单引擎飞机 双引擎飞机吧 就是螺旋桨飞机 那个飞机还据说还飞到大陆去过 这个故事在我们在 卷村文史工作室里面 我们会单独谈 我想很喜欢去那边看飞机 但是每次看飞机 都会有阿兵哥过来阻止说 通过你只要经过就好了 只能这样子看 用浏览的 不能够在那边静置在那边看 这实在是一个 就是当时是保密防碟 机密嘛 所有军事的设施活动都是机密 所以把这种 这种基础科技 都阻挡孩子的好奇心 这个现在我们不用到那边去 你要学那个飞机在国外到处都有 在美国一个大一点的农庄 自己都自备两三个 不管是要喷药 要干什么的时候 要除虫的时候 他都要用到这种飞机 这个很平常的 而且他的驾驶的那个执照 他好像到17岁就可以 就可以去申请 考过就可以发照 因为美国地大物活嘛 台湾这个地方弹丸小 最耳之地 所以他很多事情都是封闭的 尤其在以前那个时代 另外一个就有确定就是 我小学的时候 我们在上美术课 老师说我们来想象画 那大家画题材 因为都是我们是明德国小 是海军眷村的小孩子地学校 那大家所有画的人想象的 想象力的很狭窄 全部画的都是什么 当时没有哆啦哀梦 也没有大理水手 都没有 连唐老妖那个 那个米老鼠都没有 所以我们随手画出来的想象画 都是军舰 而且一定是那个海毛 铁毛是在军舰手旁边的 这是因为我们以前看到的 线品就是这样 到港区去一看 那个军舰都是这样 都长这样 然后尾端就是有深水炸弹 然后中间是有有有有有有 有单门的炮 也有双有双管的炮 然后舰桥是怎么样 现在的现在的军舰完全不是这个概念设计 现在军舰如果你去看的话都是用飞弹 而且它都是四四方方的 地方地方地方 因为它要那个要欺敌 要不容易被雷达发现等等 这个的时代的进步 但是我的记忆里面 我童年的记忆 跟我现在要随比要画军舰 我还是画的二十大战那个军舰 这就是时代的差异 那但是不是我们军舰村要展示那些 当然不是了 军舰村就是军人眷属的一种文化 叫军舰村 那军人它是一个上武的精神 我开玩笑说没有下武的精神 就是崇尚武德的精神 那军舰村里面因为承袭了复印 因为受到这个氛围的影响 所以军舰子弟基本上也都是 我说上武夫妻可能有的人 会觉得说有点恐怖 其实也没有了 简单讲就是阳刚的气息 军人跟军舰就是有男性 都是有阳刚的气息 有些女性也有 豪旗甘云的卷责女孩子也不少 那阳刚的气息 可是现在主管这些文化的部门的人 有的人是阳尾的 一副阳尾的样子 阳尾的人怎么可能去建立一个 阳刚的一个眷村文化呢 他怎么去规划呢 他自己就阳尾了 他能规划的只有阳尾的文化 哪里是阳刚的文化 所以这就是什么 就是外行冲内行 外行领导内行 会产生的一种可笑的地方 一场闹剧 甚至于是一场悲剧 因为不当的领导 不当的政策 就比贪污还可怕 那再来就是 那再来就是 刚刚讲到说 所有的军眷村的遗址 还有这些文史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影片 都不是军眷村自己的人拍的 因为他不懂得怎么样运进 也不懂得怎么样 没有上过电影的课 他不知道要怎么样 而且他人文的素养也不够 所以大部分的人 都是做刀代笔的 也就是所谓的外界的学者 下不去 由侧面第三人称的方式来 来访问 像这样子的话 都严重失真 为什么 了解你自己的 只有你自己 了解你的村子的 只有你们这个村子的人 那你真正了解的人 就是本地人吧 外地人怎么可能了解呢 就像比如说 我们在海军眷村 我对空军也不了解 我对陆军也不了解 某某眷村住的就是将军 陆军的将军 我一个也不认识 可能他们在哪里打过什么仗 我也不知道 海军的将领有哪些 我认识的也极少数 我想要了解的就是 我如何游泳游得快 我如何能够潜水 我能够飞行 我能够骑马 这些外塑的技能 我如果有什么 有战技 求生训练 3D训练 这些都是外塑的东西 也就是 我们在建策里面 可以跟还有 比如说繁懒 我最常举的例子 就是繁懒 这个繁懒 就是那些以前的 阿兵哥来 来我们家串门子的时候 他们因为也是清贫嘛 他也不会 他就两串交来了 来了之后 一看哦 你家有绳子 来弟弟 我教你编绳节 我就这样学会了 就一支支足 直条条 送给宝宝做管销 这个一一乌乌的也就 就学会吹了 就是没有回事啊 只是说那个东西 因为是童年的记忆 所以记得很深 我大家也会编网子也会打很多绳结 都是从童年的时候 那些那些前辈们教的 那这些东西就是 点点滴滴就是 眷村文化 还有什么眷村的吃也是一样 一家 一家那个朝菜 三家乡 因为每一个地的人 他有不同的饮食习惯 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尝到那些风味 这些点点滴滴就是 就所谓的文化 眷村文化就是这样 也不是去搞一个 一个什么博物馆 你做几个辣酱放那边 或做几道菜 是那个模型的菜在那边 那些其实东西都没有太大意义 热腾腾端上之后 你可以吃得下 然后你知道说 原来人家以前是这样 用这么简单的材料 用这么简单的佐料 用这么着樸的方法 用这样子简陋的设备 居然可以做出 好